7月22日,在缅甸北部克勤邦首府密芝娜 带有克勤邦法院滋养的卡车上下来一批批被押解的中国法母工人 他们被押解进入法庭,听后法官宣判 路透社报道说,150名中国被告当中 两名17岁未成年者被判十年徒刑 其余153人被判终身监禁 缅甸媒体报道说,缅甸军方、警方和林业部门 在联合行动当中收缴了400多辆卡车 以及1600多根原木 这家法庭的副审判长明特·斯威说 从我们所见的人数以及他们所使用的器械来看 这将摧毁我们的环境,我们将因此失去许多森林 我们正是基于这一点做出的有关裁决 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表示 中方对此案深表关注 中国驻缅甸使馆很快行动了解相关情况 称刑期细节并非如一些媒体所报道的那样 是终身监禁 而是150人被判20年 两名未成年人被各判10年 一名深藏毒品者被判35年 不过有关情况还需进一步核实 7月22日法庭宣判后,辩护律师钦茂说 如果他们对判决不满意可以向缅甸联盟法院上诉 他们有这个机会 舆论认为此案量刑过重 中国伐木工是被中缅不法分子蒙骗后 进入缅甸从事违法的伐木业 目前他们身陷淋雨,处境困难 不过也有人认为此案是中国掠夺他国资源 实施经济侵略的缩影 还有人说,缅甸国内政治复杂 涉案中国法务工是缅甸北方势力和中央政府 长期矛盾的牺牲品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